位於究竟西山灣區南灣的拉斯蓋托斯的 愛迪生潘雜克猶太社區中心 3月9號受到炸彈攻擊的威脅以後關閉 但是最終沒有炸彈被找到 來看報導 3月9號下午2點 南灣艾迪森潘雜克猶太社區中心 在其臉書上公布了炸彈攻擊疏散的消息 目前所有人員都已安全疏散 家長已收到在什麼地方 如何接他們的孩子的通知 拉斯蓋托斯警方封鎖了 該犹太社區中心附近的街道 根據反誹謗聯盟的數據統計 全美各地的許多犹太社區中心 最近幾個星期都有受到炸彈威脅電話 而且反誹謗聯盟在舊金山的辦公室 上週受到炸彈威脅後疏散 新唐人記者谷新宇 舊金山灣區總和報導